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就行 好吧 那么在90年代后期之后 包括新世纪的这段时间呢 其实大家注意到我这个文学史的 因为我们这个文学史希望给大家梳理一个脉络 那么梳理这个脉络的时候 我总是对不同的历史阶段呢 我用一种不同的命名 不同的主题去带动它 是吧 这样大家对这个阶段的变化 就是会有一种理解 就是我们理解一个事物 理解一个时间中的一个过程 理解所谓的文学的历史 我们最重要的是找到这种变化的痕迹 是吧 找到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那大的趋势的时候 我们找到内在的这种变异和差异 都是说没有这些变异和差异 那么这样一种趋势 我们感到 依然是混沌的一个快撞 是吧 我们感不到那种清晰的里边的那种变化 就在变化中 我们才能把握它的整体的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当然始终是相对的 始终是有例外的 包括刚才有一位同学就提问题 就是说 语词和叙事 我把它理解这一段诗了 但是也有很多的例外 是吧 也有很多意料是在抒情的 那么意料是在建构意向的 这种意向它不一定是语词 它比如说是感觉 它是其他的 当然都有 就任何一种对历史的概括 对事物的概括 它都会有例外 我们主要说 你从哪一个角度你去给出 你对这个历史的把握 对这段历史的一种揭示 哪一种揭示 更能够具有阐释力 主要是 我们是以这种的立场和这种的视野 来展开一种历史 所以我叫做多元分化于后文学时代的到来 这也是我对这段历史的一种理解 那么这里我提到一个多元分化的格局和个人化的协作 其实多元分化呢 在我们当今中国本来多元化 这个概念本身是 本身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是吧 多元政治 多元化 它是一个民主政治中的一种书语 那么在中国 如果说你要从政治的意义上来说 它这个文化 简单这个多元化还是很不充分的 是不是 它还是有一个起一个中心化的 霸权的 我们把 为了避免这个霸权这个词的 发生了一种麻烦 这个Higemony Cartial Higemony 我们把它称为文化领导权 其实它的领导权是并不准确的 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个霸权 所以在诸多的文化当中 通过 其实霸权 文化霸权这个概念呢 是葛兰西的概念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概念呢 它是指在诸多的力量当中的 通过沟通和谈判和妥协 最后大家承认了一种力量 起一种主导的作用 这种力量它获得了一个霸权 所以霸权这个概念呢 它并不是像 因为它翻成Higemony 翻成中文的霸权 中文的霸权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 是吧 称霸 称霸 称王称霸 都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词 那么在英语当中呢 或者在西语当中呢 这个Higemony呢 它是一个自来而来形成的 一个主导的力量 它并不像我们的霸权 称霸 那么有进攻性 那么有侵略性 那么有压迫性 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葛兰西的理论就认为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应该具有 如何才能具有霸权的一种意义 就是说通过各种文化力量的沟通 它在诸多的文化中 它能够起一种领导的力量 它是这个意思 当然美国比如说 它说美国的军事霸权 美国要称霸世界 那世界充当这个霸权 当然霸权这个词多少还是 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还是有负贵的作用 还是一个批判性的一个词语 但是比如说像美国它就不会 它就会自称说 比如说美国的霸权 世界的霸权它怎么展开 比如它会自我说这样的话 美国的军事霸权怎么来建立 在全球范围内如何后冷的 比如美国它有可能会这么来 作为第一人承担叙叙述 所以在后冷战时代 美国如何在全世界行使它的军事霸权 比如说它会这样的叙述 是吧 但在我们中国我们肯定会怎么叙述 我不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强大了 我们的世界我们怎么就行使我们中国的霸权 我们肯定我们就不称王不称霸 是吧 深挖弄广极梁毛泽军在说 是吧 就一称霸就不好听的话 但是对于它来说 我作为一个国家 我力量强大 我在全球谋求我的领导的地位 谋求我门主的地位 这是理所当劳的 是不是 理所当劳的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这种春秋战国时代 是吧 这个 它确实有一种霸权 然后最后形成了 秦始皇的这样一个高度的一种极权 当然就是说这个概念 它的政治含义太强了 这里我不多去讨论它 那么反过来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今天在中国谈的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相对的 在Morish上说也是我们的一种希望 它并没有真正的多元文化 因为这些多元它是一个意外的或者说 勉强的不得不如此的 无可奈何的出现的这种多元化 我们整个文化它还是高度的集中和高度的控制的 你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媒体电视台 报纸它都是被控制的 是吧 我们的新闻的审查制度 出版制度还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所有的出版的文化各种单位的领导都是被论命的 当然中国确实有很大的变化 从1986年之后 我们整个文化要转向市场化 自顾盈亏 所以这里面出现了逐渐的走向市场化 在这里面出现了不同的差异 市场有它的需求 市场是合理的 所以当今中国的这种锚准 就在一方面政治它是有它一贯之的 这样一个领导的一种地位 另一方面市场又是合法的 所以政治的合法性和市场的合法性 它是并存的 但是我们的政治是集中的 这个我当然不敢用别的词 我都用集中 大家知道集中是一个什么意思 用集中 但是我们的市场它是另外一种东西 所以这二者是完全是矛盾的和对立的 所以它的市场和政治的这种集中性 它会构成强大的一种张力 会有妥协 所以它们互相会浪布 那么这就是中国不得不出现 这种我们称之为文化多元化的一种境况 所以也不能说没有多元化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多元化 它是依赖于市场而出现的这样一种妥协 那么相当多的作家也寄生于市场 所以它可以就有它相对的自由和相对的自由 但是你市场的出版物 它依然是被监督的 依然是要受审查的 所以它这种多元它自由 它又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谈9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和个人化的写作 这都是相对的 这是相对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我们也是叫做 把这样一种说辞 把这种话语 力图变为一种现实 就是说 它话语本身获得一种合法性 然后来重新去建构一种现实 就通过话语去建构现实 这一点我想大家不难理解 因为这里牵涉的作家非常的多 我呢就很难去短时间跟你去概括他 我这里提到了毕飞宇的作品 提到毕飞宇的作品 提到R&A的 是吧 这个 这个是陈埃洛定有电视剧是吧 很遗憾我都没有看过 昨天我去参加了一个R&A的长篇小说 叫做格尚王的这个座谈会 那么他是写一个 一个计划 就是神话 这个大家知道 这几年有一个计划 就是国外的一个基金会 给一笔钱 请几个中国作家 对不同的神话来写成小说 来强调一种神话 在当代的一种复活 或者说在当代的一种变化 R&A的情态落定 我觉得是写的相当的精彩 就是那种叙述的 这个非常有神采飞扬 是吧 充满了一种 一种非常乐乐的那种 那种那种语感 同时呢 他的叙述的非常的华美 非常的有力度 有韧性 这个小说呢 他是以一个傻子的 这样一个视角来叙述 是吧 一个部落的这样一个儿子来叙述 也是因为他少 所以他免于被人家打死 保存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最后 这个解放军进入西藏 他还是被打死 所以这是一个 写西藏在解放前的这么一个历史 然后终结就是在解放到来 所以这个历史是一个西藏所面临的进入现代 遭遇到外部历史进入的那么一种变化 在这样一个进入之前 他本身的一种状况 我本来是很欣赏阿来 我觉得阿来是一个非常个性的作家 像他的尘埃落定 他后来写的空山一空山二 所以你写的格尚王 所以我会觉得像阿来的作品 他的小说的经验 他是一个藏者 但是他用汉语写作 所以他的语言有非常奇特的地方 他即使生活的经验 也有非常独到的地方 你像他的空山一和空山二 就那些生活完全变成了一个碎片 他会像尘埃落定 但尘埃落定有一种历史在背后作依托 同时他的叙述的有一种意义贯之的整体性 但是呢 有开始和终结 空山一空山二都是片段 都是非常散乱的那种 他像空山一中 比如说有随风飘散 他就是要去找到那样一种感觉 飘无不定的生活的那样一些 魔幻的破碎的 无法建立起完整性的那种西藏的那种生活 后来我又看到他的格萨王 所以我觉得阿莱的小时候呢 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 那么我们 当然很多人对阿莱后来的作品的评价 像空山一空山二 这个包括了格萨王 都不会认为他比陈埃落定更好 都认为是一个 当然说的很隐晦了 但是我可以看出他们的不满 以及他们的失望 我是不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阿莱后来的空山一空山二表现出 他非常强大的 对文学的一种把握能力 以及他非常独特的那种超越的能力 那么其实呢 我们总是想象西方的文学 多么高不可攀 多么伟大 多么了不起 我相信在座呢 你们也读过相当多的外国文学作品 那么对于我来说 也是不断地要去阅读西方当代的作品 我才能够判断说 我们的汉语言文学 它是处在一种什么状况 我就会和那些 在某种意义上和他很接近的那些作家 就是说也是抽象的 行得上的 也是那种模幻的 也是那种很难被理解的 阅读与障碍的那些作家 你像卡尔维诺 你像勒克雷奇奥 你像莱辛 是吧 你像 包括像这个 模仿 对历史的一种有益的戏法 你像巴斯的作品 一些杨童贾尔斯 像这种作品 我觉得 我也不是说 硬要做这样一种对比 以及硬要这样一个 巴高中国的当代委屈 我觉得把阿莱的 陈埃诺地 库山一库山二 和他的格尚文 和这些作品摆在一起 我认为 他们没有多大的差距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这样说话 又在贩卖我的 这个中国和当代委屈的高度论好 就是 其实 勒克雷奇奥的一些作品 很容易读过 你要说难读 他也是不抗读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汉语翻译的不好读过 他非常抽象 非常的 他也是有些片段形成非常精致 但是整个来说 他是非常的 有打乱的那种 那种那种 那种时间的程序 也是非常醒了上 非常抽象的 来西那些作品也是 来西那些作品 所以在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 也一直是为了这种诟病 是吧 就是论为他写得非常的混乱 那么卡尔维诺的作品 当年也知道 他是充满了一种幻觉 是吧 后来卡尔维诺作为一个 那么大的作家 被提起来 那么你在像当年这个 美国六十年的实验作家 像巴斯这些 这都是世界级的 这个一流的作家 你向他 试图去模仿他们 包括他们有些呢 从圣经那里 找到一些故事的片段 然后来重新来模仿 把古代历史和现实 拼携在一起 也是充满了幻觉的那种 好 容易的把小说搞得很混乱 读起来也非常难度 但是我觉得像这一类的作品 在某种意义上 我不是说 阿莱跟他们有 有多大的可理性 你包括福克纳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这一类的作品 我确实觉得 阿莱的作品 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说他只有一部陈埃落 就觉得他太担保了 他有空山一空山二 有格尚王 这个作品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饱满的作家 非常饱满的作家 而且那种对 西藏藏民 生活的那种穿透 对他们历经的现代性 进程的那种把握 他们生存的那种困惑 所历经的那种悲剧 我觉得这些 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这是我的一种看法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不一定要去 盲目去崇拜 你说霍德诺伯奖的那些作品 酷切的尺 到底有多伟大 就写一个中年教师 想搞一个女学生 结果身败名列 然后弄到一个农场去 是吧 这故事也很简单 当然那种痛楚 那种绝望感 写得非常的透彻 如此而已 就不是说多么高不可判的东西 为什么 高先生的03就是狗屎 就是那么低 而他的这个 酷切的尺就会 那么高大 我觉得 奈光尔的小说 也是非常随意的 随笔一样的那种小说 是吧 我觉得 为什么会高到那个地步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有时候 那种妄自菲薄 都是建立在我们缺乏自信的 一个技术上 特别是对 汉语言 文学本身的缺乏一种论识 其他几位作家 我就不多谈了 可能这一章里边 就是麦家 麦家的小说呢 但是知道 他去年获得 获得这一个毛主角奖 那么同时呢 有他的暗算和风声 风声电影 在座的都看过吗 当然麦家的那个小说呢 可以看 他吸取了很多的元素 一方面有推理小说 是吧 恐怖小说 另一方面有非常 行得上的 像霍赫斯的小说 他曾经写作那种 描写那种黑暗 还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